大家好,我是BG 我要帶大家探索澳洲的動物 然後介紹我的朋友Jem 大家好,我是Jem 然後目前是進第二集啦 如果沒有看過第一集的話 可以去看這一部 是這邊吧,還是這邊 反正就是上面 然後把資訊人放到上面 然後可以去看第一集 第一題 裡面是什麼澳洲動物? Bingo,塔斯,瑪米亞,惡魔 戴熊應該不是 因為戴熊他的屁股那個尾巴沒有那麼長 戴鼠應該也不是 這個看起來那種兇神惡殺 應該不是戴鼠 Bingo跟塔斯,瑪米亞的惡魔 我猜塔斯,瑪米亞的惡魔好 因為惡魔看起來就很像他的表情 為什麼不是Bingo? 有可能是啊 可是這個顏色好像 Bingo的顏色應該是土黃色吧 就是惡魔的顏色是比較就深色的 我覺得應該 Final answer 應該是B 我的答案是B 塔斯,瑪米亞惡魔 答對了 Bingo,Bingo,Bingo Bingo,Bingo Yay 他在叫什麼啊? 他在卡通裡面 他在卡通裡面叫Taz P-A-Z 所以就是塔斯,瑪米亞惡魔 然後 第二題 第一大鳥叫做鴕鳥 那第二大叫做什麼 A,賀陀 B,澳洲笑雀鳥 C,鵝苗 D,澳洲喜鹊 D,澳洲喜鹊 賀陀是什麼東西啊? 我聽都沒聽過 應該不是孝翠鳥 不是喜鹊 他們都滿小隻的 但是賀陀跟鵝苗 賀陀是什麼? 賀陀是頭上有一個很像雞罐的 哦 那一開應該滿小隻的 那應該是鵝苗吧 Final answer 鵝苗 是鵝苗嗎? 對,鵝苗答對了 叮咚叮咚 還好你有給我提示 鵝苗可能會踩不出來 因為鵝苗它是世界上第二大鳥 然後它的蛋呢 很有趣的是墨綠色的 而且它也是世界第二大蛋哦 那第一大蛋是什麼蛋? 鵝鳥 哦 白痴我提 但我沒問 來,澳洲活超過上一年的動物是什麼? A.肺羽 B.鴨嘴獸 C.澳洲眼斑巨蟹 D.加拉帕哥斯香龜 這太難了吧 這些都是什麼 我想想 蜥蜴應該沒有活很久 蜥蜴是那個嗎? 兩蜥類 烏龜也差不多 鴨嘴獸跟魚好像可以活很久 鴨嘴獸應該贏 可是鴨嘴獸不是 是哺乳類 但它會下蛋 它一定沒有那麼久 是廢魚嗎? Final answer 猜魚好了 猜魚嗎? 嗯 最後答案 對 是魚嗎? 魚嗎?廢魚 答對了 哦 差點 天哪 對啊 廢魚目前活了 在澳洲活了3億80千年 它可以在泥泥裡面 就算沒有水沒有呼吸 它可以 有點像是 裝死的行為 這樣 等著 然後等到水季一來的時候 再復活這樣 下一題 這很難 我覺得這超難 復活 土澳的復活節吉祥物是什麼 A 代理 B 英國催俄兔 C 復活節綿 綿尾兔 D 安哥拉兔 這感覺可以用排除法 因為有三個就是兔子 另外一個不是 所以應該不是A 知道我也不知道代理是什麼 關鍵字英文 What is the Australian Aboriginal Aboriginal Oboriginal應該不會是英國 它都寫了 嗯 嗯 復活節綿尾兔 復活節綿尾兔 會不會是這個呢 我猜這個好了 它都有講復活節 Final answer 就這個吧 復活節綿尾兔 答案是 A 還是C 可能難道它是代理 應該不是 吧 我猜死 我就猜死 我猜死 公佈答案囉 呃 呃 哇哇 復活節綿尾兔 就是我們常在 屋里市買到那個就是 那個 的巧克力 嗯嗯 那個就是綿尾兔 那不是吉祥物喔 不是 然後土澳吉祥物 才是那個代理 很像老鼠啊 耳朵金尖的 然後嘴巴金尖的 對 希望可以對 澳洲國慶日 會在布里斯本 舉辦什麼樣的賽事 並且已經流傳到現在 都持續的在舉辦 呃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記得去年好像有停止 還是今年有停止的樣子 蟑螂跟公雞改的不 不太像吧 跟澳洲又沒有這些東西 還有 感覺會不會是綿羊啊 綿羊啊 還是老鼠 可是剛剛那個東西也不是老鼠 喔 國慶日喔 國慶日 對 國慶日 嗯 我選綿羊好了 感覺綿羊比較是一個澳洲代表性的 羊背上的國家嗎 嗯 最後答案 我就猜綿羊吧 希望最後一題可以推 恭喜你 答 錯了 怎麼會是蟑螂 對 你可以用兩塊錢買門票進去看 他的一個蟑螂比賽 而且你可以跟著比喔 所以他們賽蟑螂是就是 大家想去就可以比還是怎麼樣 你可以帶你的蟑螂去比 然後他好像是主然後你就是 一打開放然後就 你看他張馬力馬這樣串出來 好酷這個東西 我們還有個bonus題 戴雄的便便 我這個我知道 這是正方形 答對了 對 終於最後一題 返回一層 對 他是正方形的 他是世界上唯一一種動 唯一的一種 他的方形 他便便是方形的 然後科學家也在研究 他便便是方形的 對啊 這真的好好玩 我之前去動物園的時候 有聽過就是 導覽特別講過 然後 再來問一個 Astra的 澳洲的果鳥是什麼 A 澳洲 肖翠鳥 B 鵝苗 C 澳洲喜鹊 D 賀陀 我好像常常在那個 回國禮品店看到他 肖翠鳥嗎 Ukabara 對啊 應該是他 為什麼 那我好像有在哪裡聽過 有人講過這件事情 那你在澳洲的國旗上面有拿兩隻動物嗎 袋鼠跟鵝苗 這是我本來想出的題目 然後我怕跟你撞到 然後我沒有出 那澳洲的果鳥是什麼 但是果鳥應該是 孝翠鳥 我覺得 因為他們如果果鳥是 鵝苗的話 他應該就會 欸 如果果鳥是鵝苗的話 他就放在那個 國灰上啦 也很有道理 對 難道是鵝苗嗎 答對了 他別猜錯 還好你有提醒我 這是好玩嗎 這次比上次的好玩 因為題目比較多 我就有 還不可以猜的 如果要看澳洲的美食的話 澳洲食物片 請看這一部 還是這邊 還是上面 對 對 上面 對 然後 我的影片到這邊 謝謝 見 謝謝 掰掰 好 掰掰 別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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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選擇 跟選擇 成功 戚 吃